如果說直接看題目,可能會有看不懂 為什麼?因為你不知道說到底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到底要你做什麼 但是如果你知道原理原則之後,其實就會很具體了 你根本不用背,為什麼?我們來看一下 他主要的作用是這樣,第一個 他本來提供給我們 總共有三段影片 這三段影片已經幫我們放進去,放進去之後我要能夠控制他 那要怎麼控制他呢?由下面的按鈕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這個影片要播放 所以按下去 他就開始播了 那這個影片 本來會有大概有6分多鐘吧 6秒多了 那我們 如何在PowerPoint裡面 把第一段影片 把後面 他這個題目是到 3秒半的 以後的影片把它卡掉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你要播個影片 本來很長的,你可以在裡面卡掉 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要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按這個 他可以播這個影片 然後 多一個動作就是播之外 各位有沒有發現 按的上面 下面這個沒有 為什麼他可以一起播呢 因為在這個影片當中我要加一個什麼 書籤 這個書籤要加在 那個半秒的位置 這個半秒的位置 當這個書籤怎麼樣 撥到這裡的時候 下面這個影片 也跟著播放 所以這個要 要做 以前可能要用影像 那個 影音編輯的程式才能辦到 但是PowerPoint 他已經提供給各位 你就是影片放進去 他也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另外的話呢 其他類似 還有什麼呢 還有觸發的部分 另外還有就是說本來影片 他的框框是 是 矩形的 如果說我不希望看起來 感覺 硬邦邦的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設個圓角 那怎麼樣把它改成圓角 這個就是題目要求的 那等一下我們逐一來看 第一個就是請各位先 把這個檔案 先把它開起來 那我們也是一樣 先產生我們需要的檔案 在素科練習裡面的 這個 第408 野生動物影片欣賞 那這個功能 在2007以前的版本 都沒有 只有在2010以後的版本才有 所以這個 這個題目算是新的 你會發現打開了嗎 他這個地方是 是 矩形的 那你要把它變成 這個圓角 OK那怎麼改 等一下 逐一來看 所以第一個 他要我們做的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的話 他這個是408 這題 算中的 那第一個 就是有六個題目 第一題就是說 編輯 及剪輯 左上的視訊 然後呢 從 頭 到 3秒 3.3秒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怎麼剪輯 早期你要必須要找什麼 找一個 影片的剪輯工具來剪 不過 PowerPoint裡面已經內建了 在哪裡呢 特別是要 你點這個影片之後 上方 有一個 跟正一下 在 播放的位置 在這裡 播放的位置 其實他已經提供給你很多東西了 在哪個地方呢 剪輯視訊 所以你以後 影片放進來 不用剪了 放進來自動幫你剪 你找到 播放裡面的剪輯視訊 那要怎麼剪 其實這個工具還蠻好用的 點下去之後 他會跳出什麼 跳出一個 這樣的一個視窗 那其實這個視窗應該 很好理解吧 頭 有沒有 從哪裡開始 假設你有一個影片很長 你希望 像這一題是 他的總長度是 6.233 秒 那我要把它改成 3秒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當然可以一邊 一邊看 一邊剪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他有給我們一個數字 就是 3.3 所以這邊的話 直接改成 3.3 直接輸入上去 OK 3.30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再移到別的地方去 他就會自動幫你 從0到3.300的位置 幫你剪出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如果播放的話 他就只會播到3.30的位置 再停下來 後面就不會播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工具還蠻好用的 以往你要再去找工具來剪輯 這個時候不用了 所以第一題就完成了 再來的話 第二題也類似 第二題的部分的話 他要我們做什麼 第二題要我們做的是 也是一樣 右上 就是 另外一個 他要從3.36秒 到 6.233 其實是尾巴 並且再加上書籤 這個地方多考一個書籤 會不會加書籤呢 那我們要怎麼剪輯一樣 先點他 播放裡面的視訊 剪輯視訊 其實這一題主要是尾巴一樣 頭部一樣 所以頭部你可以拉一下 那當然這樣拉不準 你要當好拉 剛好拉到那個 題目要求那個多少 3.36 應該蠻困難的 所以直接從這邊 大概拉到差不多位置 直接再來 改3.360 0 應該後面是一個3.36 他少一個0 自己補一個0上去 那打完之後記得 請各位移到另外一個格子 可能如果你修改前面 你就移到後面 這個時候才會套用上去 跟前面那一題那個什麼 那個時針 分針 最後不是 轉角度 一定要按Enter 這樣的道理 那這裡是要什麼 移到別的地方 然後點擊就OK了 你會發現這個數字就OK了 按確定 這個地方也剪輯了 不過呢 我要怎麼 再 增加什麼 一個書籤 這個書籤呢 我們可以決定這個書籤出現的話 去播放底下的影片 那這樣的話 就還蠻好用的 有沒有以後如果你這個撥完了 就再撥下一個 下一個撥完了再撥下一個 那可以好像感覺有點 特殊的那種連載的這個效果出現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非常簡單 怎麼做 再來加書籤 那我要怎麼樣在半秒鐘的地方 加上書籤呢 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各位要加書籤的話 第一個呢 你可以透過什麼呢 這邊底下有一個 就是 向前向後的一個慢速移動 那移動的距離就是 按一下 是0.25秒 所以如果說題目要我們在 半秒鐘的話 那你要按幾下呢 按兩下 一下 不過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移的很快 你油標放在上面 你會發現 只要按住不要放 它有時候會多 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有點太過靈敏了 所以 等一下 記得不要放 它自動好像會自動往前 有沒有 按一下 它好像自動會幫你 增加好幾秒 沒有關係 那就是 等於是移到 半秒鐘的地方 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話 特別就是加書籤的方法 第一個 從底下的這個地方 去移動 到正確的秒數 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功能 新增書籤 就在這裡 所以你就按下新增書籤 這個影片呢 就會有個書籤 那你這個書籤 當然好幾個書籤 你可以 看怎麼樣去佈局吧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工具 你懂得運用的話 可以發很多創意 像網路上 YouTube上很多的影片 你如果說要 播 就是說在報告的時候 播給大家看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做 應該效果會蠻棒的 OK 而且應該會有很多人問你怎麼做的 OK 再來的話 我們做完第3之後 這個地方 就加書籤了 再來第 這個是第2的第2小題 第3是 加上圓角矩形 那圓角矩形怎麼做呢 其實也非常簡單 本來不是圓角 你可以直接在格式上面 格式上面如果說要加圓角矩形的話 特別注意喔 是在格式裡面的 影像圖 影像圖形上面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任意的形狀的話 這邊有沒有圓角矩形呢 有吧 在這裡 這個時候你把它點擊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套用在 這個影片的 上面 有沒有發現 圓角矩就套了 所以這邊有很多的效果 你可以任意的 甚至如果你要做一個很奇怪的 像 奇怪的形狀 要形狀 可不可以 按下去 它變形狀 這個 可能在特別的節日 可以派上用場 OK 那這邊把它控制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這三個 通通一起套用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按控制鍵 不過控制鍵 特別注意喔 就是說 他控制鍵按住的時候 你如果不小心 去移動到的話 他會變成複製喔 所以還是要善用 Ctrl鍵按住 點一下 如果你不小心 點偏的 有沒有 會變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的手絕對不能抖 抖一下就變這樣子 如果不小心 複製的沒關係 Ctrl一下 好記得 選一個 然後在 Ctrl鍵 點第二個 點第三個 不要偏 一偏的話就變複製 OK 然後這三個的話可以 把它改成圓膠矩形 就全部圓膠矩形 OK那就完成了第三個步驟 第四個步驟 我們要做什麼呢 按一下 下面的那個按鈕 碼的那個按鈕的話 可以去 撥這個要撥這個 這個要撥這個 這個是由這個去觸發的 所以它的順序大概是這樣 那我要怎麼樣 點它 撥這個 特別注意那個觸發事件 剛好跟我們 點擊的剛好是倒過來 也就是說我點它 但是呢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不是由這邊去觸發 而是在這邊 這個 它叫怎麼觸發呢 在動畫裡面 有一個叫觸發程序 當按一下什麼呢 按一下 那你會想說 到底按哪一個才是 這個 這個到底是什麼 你不知道沒關係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從常用裡面的什麼 選取 選取窗格 你先去 點這邊一下 它就告訴你 有沒有 這個 叫做 Picture 這個是13 看起來叫13 然後呢 旁邊這個叫什麼呢 旁邊這個叫 Picture 14 所以就把它記起來 Picture 13 Picture 14 那再來的話就是點 有不要放這邊 然後呢 我們就是到什麼呢 動畫裡面 找到觸發程序 那 它什麼時候被觸發呢 阿波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它已經幫我們做好了 你將來呢 記得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 一定要先做個動畫 這個動畫什麼動畫呢 就是 插入一個 一個新的動畫 這個動畫是播放 那播放什麼 播放 當它 這個另外一個播放動畫就出來了 特別就是插入一個 這個已經做出來 也就是說呢 點它的時候呢 去做一個播放動畫之後 再來 做觸發程序 這個觸發程序是 由它來觸發 不然的話呢 如果你這邊沒有 做 這邊其實你可以把它移除掉 假設你沒有 這個因為已經做出來了 這邊有三個的 本來是沒有 如果你們將來實際上做的時候呢 是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動畫的 那你要自己把它產生出來 產生的方法 很簡單 第一個 就是直接 再選它 選什麼 播放就好了 這個時候不就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 這個 再 播放 這個 播放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已經幫你做好了 所以你不用做 可是如果將來你真的要用 你不要說 你忘了播放按下去 奇怪怎麼都不會動 因為你動畫都沒做 所以 觸發程序裡面有一個重點 一定要先做動畫 再去觸發 它才會去把那個動畫 給執行出來 OK這個地方是 重點 然後這邊已經做好了 把它 再恢復起來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要讓它 觸發的話 就是 第一個點它 第二個觸發程序 由誰按一下呢 Picture 13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由它 去觸發它 那這個是由誰觸發呢 由 Picture 14 所以點這個地方 觸發程序 選擇什麼 Picture 14 那它由誰觸發呢 由它的書籤 所以 點它之後的話 觸發程序 有沒有書籤呢 本來是按一下 看一下下面有沒有書籤 有書籤 所以剛剛不是加了一個書籤 觸發程序做法一樣 由書籤觸發 選擇什麼 書籤1 你剛剛加了 如果沒有做特別的設定 預設就是書籤1 那就把這個書籤1加上去 所以它們觸發的程序大概是這樣 就是你 點這個觸發它 點這個觸發它之外 它播放到半秒鐘也會把它觸發起來 OK 所以呢這個地方 我們基本上已經 做完了所有的設定 那最後呢你可以看一下 播放一下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按下這個 它有播放了 有沒有 而且只有播放到 3秒 播放到這個位置是 3.3 秒 那這個按下去的話 是這個播 然後 到這個 410 等於是 50 就是0.5秒的時候呢 會觸發它 OK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基本上這樣 如果你做完之後 應該可以平到滿分 沒問題 OK 那評分的結果 20分沒問題 剛剛如果你按照我剛剛的動作做 平到滿分是 沒問題 所以這一題看起來很困難 但是如果你知道說從哪邊設定的話 就其實 他這個 這一題 複雜度可能還比前面的還來的簡單一些些 試試看 接mal 哦 蹲